香港地多層 車放一個星期就很髒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靠小科技幫忙洗車 就是這些用來洗車的高壓碎槍 這兩款都是香港比較多人用的牌子 款式有兩種 這個頭的出水方式就多些 有霧化亦有不同角度 角度越小就越大力 原這款水壓就大些 車上面的污漬很快就衝得走 這些水槍通常都會有噴霧給你 就可以入些簡易進去 然後打碰上車身 而且因為洗車要裝水 所以我都會建議大家用這些 這些有得摺疊的水袋 就可以方便放入車箱 一般洗車的程序 都是用低水壓沖一沖車身 再上泡 最後用強一點的水壓 沖走泡泡和污漬 給大家一個提示 洗完車之後 最好用Microfiber的抹布 來抹車 這樣就沒那麼容易 製造你的車身 還有洗完車之後 記得噴汗水的coding 之後有水漬或污漬 都會容易處理 而至於怎樣選擇高壓水槍 就視乎個人需要 如果經常出入有沙泥的地方 又或者車比較大 用水壓大一點就對了 不過提提大家 私人地方和公眾地方 都不要隨便洗車 很容易弄髒地方 和有機會犯法 換生活 樂科技 UNROW-HK